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蔡英文执政以来 北京方面一直拒绝与她对话 反对党国民党在1949年前曾统治中国大陆 是共产党偏爱的台湾对话伙伴 国民党将利用台湾今年失去第三个外交盟友的情况 攻击蔡英文及其所在政党管理两岸关系的能力 虽然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从未统治过台湾 但共产党一直在寻求把自治和民主的台湾收回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并正在努力消除任何国家或企业承认台湾主权的做法 1979年美国为了与中国大陆建立关系 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 但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仍一直牢固 美国耗资2.5亿美元在台湾首辅台北 兴建外交设施就是这种关系的证明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得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布基纳法所的承认 这两个国家都与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政府断绝了关系 自从蔡英文两年前就职以来 中国一直在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 迫使蔡英文做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声明 但她还没有表现出屈从的迹象 蔡英文多次呼吁与北京方面进行对话 前提是双方以平等身份会晤 而且是在没有政治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任何事情都可以协商 只是不能损害我们的自由和未来 蔡英文上周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简短演讲时说 这番话让人想起里根的类似言论 萨尔瓦多承认北京而不再承认台湾的决定 对华盛顿也有战略上的影响 台湾以前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众多盟友 他们的存在曾削弱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正在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 来与中美和南美国家建立联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该计划将让贫穷弱小的参与国 背上他们无法偿款的债务 蔡英文上次访问萨尔瓦多是在2017年1月 台湾外交部长吴建切说 萨尔瓦多最近要求台湾为一个港口项目提供贷款 但台湾的工程师认为该项目在经济上不可行 巴拿马自从去年抛弃台湾转向中国大陆以来 一直在寻求北京方面的投资 上个月双方开始了自由贸易谈判 目的是把巴拿马变成中国商品在中美洲的枢纽 台湾的政府周二指责北京使用强硬手段 中国的蛮横作为绝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有的举动 对两岸关系也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萨尔瓦多总统萨尔瓦多桑切斯赛伦 萨尔瓦多桑切斯赛伦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 鼓吹中国将带来非同一般的机遇 中国主要靠金钱来说服各国改变 对台湾的承认 这与他利用自己庞大市场的诱惑 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和其他企业在他们的网站上 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做法类似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相信萨尔瓦多人民将会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 并且在同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 与中国建交 美国罕见地做出强烈反应 国务院21日表示 美方对萨尔瓦多这项决定深感失望 且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 美国敦促中国不要片面改变现状 并呼吁中方截止 不可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 而一些国会议员21日提出修正案 限制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 网络前沿资讯 分享独家解读 欢迎大家订阅ACM萌传媒